大家好 多謝來到肥坤頻道 收看肥坤的影片 吃個中午 時間是接近兩點 出到來 蒲京 對開的巴士總站 今天出來 拍一下 由於 天氣熱 有陽光 多曬 多熱 應該很多朋友都會 找 想要的去的地方 應該是去 露坦 升級的酒店裏 涼一下冷氣 或者吃中飯 或者逛一下商場 正常的 因為 澳門這邊 大型的酒店比較少些 商場又比較少 除了 八百半 我想沒有什麼大型的商場 附近 所以很多 旅客都喜歡去 露坦城那邊的 星級酒店 逛一下 坐一下 吃一下 或者喝一下午茶 出了太陽 幾熱一下 還有一點點 烏雲 今天我們在 蒲京的大堂 當年這裡 都是景點之一 很多人喜歡 坐在邊 抱著波波拍照 這裏 這裏是 普京的娛樂場 側門 很多人 去娛樂場都喜歡走側門 的 眼看都幾多朋友 在這裏 穿梭流連 也很多朋友 向那些三輪車 公有 問一下價錢多少錢 遊車可 今時今日遊車可 三輪車 我想都 不便宜了 看回來 舊舖 京都經典 整個博物館 有很多酒店房間 也有出過很多 新鮮易辣的案件 又曾經很多姐姐站在這裏 好像金魚缸那樣 被人看 被人選 紅極一時 時間接近兩點 多些了 娛樂場 也有很多人去 可能駐馬 小一點 跟金壁差不多 如果轉到金 新蒲京 可能駐馬 就要大 玩得 我們走過去 新蒲京 擺一擺 這個中數 仍然有很多 旅遊車 可能是 發財車之類 一車一車 很多客人來蒲京 的士站 仍然都是 沒有的士 排長龍 今天走出來這裏 看看 因為有一段時間 都沒有出來 看見新蒲京的鎮 鎮 已經不同了 現時的士站在旁邊 現在就在開旁邊 人都比較少了很多 我們在外圍八八八 我記得在中國銀行門口 很多朋友都在這裏打卡 中國銀行前身以前是利銷 利銷學校 當年有很多 蒲國的朋友 土生在那裏讀書 利銷 後期拆了 搬去 新口岸 這裏就建了谷樓大廈 想當年我小孩那段期間 讀讀小學那段時間 這裏都是 沒事的 只有爛地 空洞洞 如果下雨 打完風 這裏就有很多水塘 很多水淌 轉一下又幾十年了 不同了 變了樣子 起碼工人球場都不見了 今天的殷王子馬路都幾多人 兩邊兩邊都很多人 我們來到新麗華廣場 每逢假日節慶都很多 朋友在這裏表演的 我們看到這座建築物 當年是南環區最高的建築物 麗拿大廈 人稱神紙牌 他貼著新麗華酒店 當年在南環區最高的 沒什麼建築物比他高 頂頭對面就是 葡文學校 葡文學校都開始放假了 對面有幾多人 不停都有人潮 對面望島的金來大廈 都是有很多年歷史 早期的舊樓 四四方方 今天都是叫做 好天的下午 陽光普照 幾熱一下 這一區都是幾多旅客 不停的 撞到口 撞到面都是自由行 鏡頭拍著是利拿大廈 以前是神紙牌叫 老一輩叫神紙牌 很多朋友都認識 八甲錶 八甲錶 曾經在這裏搞過豬 開過獎 後期就改了電腦 電腦票 數字 好天的 王子馬路都旺了很多年 很多食肆 很多店 其中以 南環戲院 現在看到的 舊的南環戲院 以前路搬很多小販店 現在就改頭換面 建了新的大廈 澳門廣場 裏面有商場有食街 又有超級市場 兜那邊都挺好的 挺涼不爽的 又有食物 又可以逛逛商場 望過來這邊 以前有公主攝影室 王子麵家 有些賣百貨的 現在都不見了 現在都是名牌的 名牌商場 名牌品店 我們來到南環街 對面就是大西洋銀行 這一區就變得更重要 今天星期五 人都算幾多 可能很多人喜歡出來這區 找食物 轉入橫街窄行應該經濟很多 如果在星級酒店裏面吃 就肯定貴 這裏仍然保留了很多舊式的樓 油政局也挺搶眼的 當年這個位置 看上去就 打電報 長途電話 我們再走過來市政廳那邊 以前叫金伯拿 市政廳 市政廳 市政廳是對外開放的 裡面很涼爽 可以進去坐下 逛下 可以上去圖書館 開會的地方 八下 看到噴水池都幾多人 雖然說曬 這裏真是人葬人 這個位置還有很多店鋪準備開張 快要拆板 圍曬板裝修 新馬路都是旺極一時 可惜 那些偽紅光館的招牌就不見了 看來這邊就是 東方邪行 聰明人咖啡室 上去就是江頂 我們下一集再見 我們的配置 下集再見 100 11 好 我們下集再見